第五個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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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公司 第五個學道 第五個學道 就是公司鬥 第五個學道就是公司台 第五個學道就是公司台 第五個學道就是公司有一些奇怪的文化 真的是我完全無法理解的一些文化 像是他們不看 第五個 第五個 那學道的第五個 東西就是 那學道的第五個 就是我們公司 那學道的第五個 就是公司都會有一些奇怪的 不文明的規劃 的 文明的什麼 文化 第五個學道的東西 第五個學道的東西 就是公司都會有一些奇怪 不文明的一些文化 不知道就是完全沒有邏輯的一些文化 就是 他不看你的能力 不看你的學歷 他看的是什麼 他看的是你的年資 什麼鬼 所以我建議大家 如果你十八歲 馬上就去找一個親戚 然後去把你的人 就直接放到他們公司下面 你這樣子就會有年資的 你就會有一個數字在跑 你再去求職 你就可以跟他說 我年資幾年了 有盆有居 第五個學道 第五個學道的東西 就是公司都會有 奇怪的文化 就是一些完全無法理解 荒謬至極 完全沒有邏輯的一些文化 像是他如果不看你的 那學道的第五件事情 就是公司的奇怪文化 這些真的是 完全突破我的腦袋 就是沒有邏輯 然後真的很荒謬 根本是原始人的文化吧 不知道在幹什麼的文化 像是他就不看你的能力 不看你的學歷 他看的是什麼 他看你年資啊 看年資又看什麼東西 到底是完全無法理解 第五個學道的東西 就是有奇怪的公司文化 這到底是什麼鬼東西 我真的是無法理解 沒有邏輯 自己像是原始人的一個文化 不知道在幹什麼 像是建議公司 他不看你的能力 他也不看你的學歷 什麼都不看 他看的是什麼 他看你的年資啊 看年資又幹什麼東西啊 到底是完全無法理解 所以你 第五個 第五個學到的東西 就是公司都有一些奇怪的文化 真的是荒謬自己啊 完全沒有邏輯 我真的 原始人文化是不是 就真的是 早就被推翻的東西 他還一直保留在這邊 像是他不看你的能力 他也不看你的學歷 他看的是什麼 他看的是你的年資啊 什麼年資 這 哇 第五個 第五個學到的東西 第五個學到的東西 就是公司都有一些奇怪的文化 像是 第五個學到的東西 第五個學到的東西 就是公司都會有一些奇怪的文化 真的是荒謬至極 我完全沒有辦法理解的東西 這早就該被淘汰一百萬年前的東西 怎麼還存在公司 像是 他們不看你的能力 他也不看你的學歷 他看什麼 他看你資歷啊 看你資歷幾年 這什麼鬼東西 這完全 沒有邏輯 我真的是不知道在幹什麼 所以我推薦大家 只要一十八歲 你可以去 就是 有親戚的公司 下面登記你 把它變成公司的員工 你就一直掛在那裡 然後等你真的要求職的時候 你再退出 你這樣就會有超長的年資 是不是 你就 薪水直接比別人高很多很多 年資 哇 五年耶 超厲害 所以像我現在已經 所以像我 所以像我 所以像我現在已經二十三歲 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像我現在已經二十三歲 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如果你還是十八歲以下 那你就是 記得去登記一下你的奇怪公司 就掛個名這樣子 你就會有年資耶 這真的是一個荒謬至極的一個奇怪文化 那還有另外一個奇怪文化就是 公司都是一個很懶散 或者是很慢 很不知道在幹什麼的一個態度 我敢 還有一個奇怪文化就是 公司都很懶散 很慢 回覆很 好像他們不想要找員工的概念 就是不急啊 他們都慢慢來的概念 我感覺是這樣子 就我回覆 他也要回覆很久 然後我面試 確定時間 也要回覆很久 要嘛就已讀不回 不知道在幹什麼 是我要找這間公司 他們沒有想要找人嗎 不然為什麼要放在求職平台上面 在這裡找人 不知道啊 他們的那個動力完全感受不到 就是一個很慢很爛散 什麼都一直偷 然後又已讀不回 所以我還不知道在幹什麼 不知道在幹什麼 還有一個奇怪文化 還有一個奇怪文化就是 公司大部分都是非常懶散啊 很慢啊 很慢回覆啊 或者是已讀不回 這種很荒謬 就到底是他要找員工 還是員工自己想要去找這間公司呢 他自己放在求職平台上 然後又已讀不回 或者是在那裡敲時間 敲完 人就不見了 真的還有那個敲二還在那裡爽約 不知道在幹什麼 然後真的是很奇怪的態度 我完全不知道是公司到底是在幹什麼